定著南臺灣的好天氣 剛闖過季後挑戰賽的統一師 在自家臺南球場做最後的備戰 因為這個週末 他們就要跟忠信兄弟 在臺北大巨蛋 進行七戰四勝的臺灣打賽 由於陣中的主將沈潔線 陷入打擊低潮 重炮手的楊可又帶上賞陣 各界都很擔心 是不是會影響戰力 相隔三年 師隊再次闖進臺灣大賽 這一回也有很多的新面孔 小將們對於生涯第一次的總冠軍賽 也相當期待 每一個細節我其實都 跟場景我其實都有想像過 多想像過 也很希望在臺灣大賽的時候 能夠好好享受這個舞台 然後好好把這個狀態都整好 然後去面對臺灣大賽的對手 其實比較期待的是 跟他們的後援那個魚人群 跟魚人群 就是希望能夠突破他們的封鎖 然後這樣球隊才有機會拿下勝利 小將們活力滿滿 敘事待發 但是正宗的老大哥們 就要扮演穩定軍心的重要角色 這都是畢竟過程以前我也年輕過 我也是經歷過這樣的大比賽 我覺得要親身體驗之後才會慢慢的成長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雖然說外界對我們的評價 可能就是會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放球就是這樣 打了才知道 球是圓的不到第27人出局前 誰輸誰贏還不知道 同一時的老中期共同目標 就是要繼2020年後 再駁回臺灣大賽冠軍軍盃 華視新聞劉漢山楊之父 台南採訪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